大家好,朱春奧 早前有國際組織公佈澳門GDP全球排第二 搞到澳門居民聽了之後 都有一陣驚嚇,不是驚喜 最近有一間在荷蘭經營導航系統的公司 叫做TomTom 公佈了第十三份全球交通指數報告 即是公佈了最塞車的城市 英國首都倫敦 閃聯世界全球最塞車的城市 至於大中華地區台中市排名最高 位居全球第十一位 亞洲第四 而輪浮的香港就排名全球第134位 不高,亞洲只是排第16位 這間公司TomTom去年對全球55個國家和地區 共387個城市進行調查 倫敦已在道路上平均行駛10公里 需要時間37分20秒 時速14公里 成為世界最塞車的地方 比2022年還要萬一分鐘 愛爾蘭的都柏林排第二 加拿大多倫多排第三 亞洲排名最高 有印度矽谷之稱的班加羅爾 全球排第六 其次同樣在印度 鄰近孟買的普那 以及菲律賓馬尼拉 日本和台灣都有三座城市上榜 日本排名最高的窄房市 有些出奇 然後是名古屋和首都東京 分別在亞洲排名第五、第七和第八位 印尼雅加達排亞洲第九 泰國曼谷排十三 曼谷排名這麼厚 新加坡排第十九 阿拉伯國家排名普遍靠後 當然地多人少 至於汽車文化成行的 美國最塞車的紐約市 也只是排二十位 而全球排名最低的是 美國俄克拉荷馬城 開車十公里 平均只需要八分四十秒 在大中華區方面 台灣計台中之後是高雄亞洲第六 台南亞洲第十 台北排第十一 桃園市排二十一位 不過大家很奇怪 內地和澳門都沒有城市列入調查的對象 可能原因是 他研究裡面的定義 市中心範圍是半徑五公里 而整個澳門的南北長度 也只有大約十一點八公里 實在太小了 可能因為這樣 所以澳門未被列入調查的範圍裡面 不過深圳應該可以 不過如果照我們自己的親身體驗 深圳或者澳門在繁忙時間的時候 都非常塞車 如果按我們自己市民的感覺去排 澳門的塞車情況 可能都會打入到亞洲二十大 甚至十大 因為如果下班時段 你由坎仔開車回澳門 京友宜橋 起碼走半個小時 那裡十公里左右 應該可以打入世界十大 在這集看到射箱子之前 跟著大家 再見